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三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三章 外邦有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弟 胸中弟脊 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 然而 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从逻辑上讲 父死子弟和胸中弟脊 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 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 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 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 他所在的年代 生产力还很不发达 人的寿命也很短 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 他或许没有儿子 或许儿子还很小 不足以担当大任 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 以保持家族的延续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 人的寿命开始增长 私心也变得狭窄 男人们越来越愿意 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 而不是兄弟 久而久之 父死子弟成为常规 而胸中弟脊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 早在周朝建立之前 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 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纪利 很想立纪利为储君 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 知道父亲的心意 便远远地逃到南方的京蛮之地 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 蛮夷之人为其一举所感动 就主动追随他 由此建立了吴国 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的缘故 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 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吴国却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 公元前五六一年 吴王寿孟去世 据史记记载 寿孟有四个儿子 老大叫朱凡 老二叫于记 老三叫姨妹 老四叫记扎 记扎从小聪明过人 又饱读诗书 深受寿孟喜爱 他的三个哥哥也都对他爱护有加 寿孟去世后 朱凡即位 他当国君才三年 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记扎 在朱凡看来 既然老头子喜欢记扎 王位就应该传给记扎 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 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 就算完成任务了 可记扎坚决不同意 说 你是敌长子 军委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 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 再说 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 还是让我自由自在的生活吧 但朱凡坚持要让位 记扎便干脆离开首都 搬到乡下去种田 朱凡没有办法 只好作罢 公元前五四八年冬天 朱凡亲率大军讨伐楚国 在朝城战死 此后 余记即位为君 根据左传记载 杀死朱凡的是 楚国朝城的首将牛臣 但是 据一本名为 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 朱凡为了传位于记扎 轻慢鬼神 仰天求死 按照这种说法 朱凡并非死于战场 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 这应当是无聊文人的疫病 如果一定要让位于记扎的话 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 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 司马迁也不消停 他在史记中写道 朱凡临死的时候 给余记下了一道密令 要余记将王位依次传下去 直到让记扎顺理成章的当上国君 以趁先王寿梦之意 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余记和姨妹必须死得早 否则的话 等到姨妹去世 记扎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墓了 甚至可能先姨妹而去 公元前544年 吴王余记带兵入侵越国 带回来一批战俘 其中一个人被处以越行 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 没过多久 余记就突然提出要去看船 这事颇为蹊跷 想想看 余记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 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 稀松平常的很 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 再考虑到守船的人 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 后人恐怕难免认为 余记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事实正是如此 当余记毫无防备的 在江边看船的时候 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 然后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 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 这一年 举授梦去世已经有17年了 接下来 姨妹继承了王位 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 记扎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 同年五月 姨妹给记扎派了一趟差事 让她去中原各国访问 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 谁都没有意料到 记扎的这次出访 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轰动 而且产生了中原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记扎从吴国的首都沟吴出发 一路北上 首先经过了徐国 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下朝建立之前 据说 其先祖伯毅辅佐大宇治水有功 伯毅的儿子若木 就被封到了今天的山东潭城一带 建立了徐国 周穆王时期 徐国又迁到今天的徐州一带 与东夷部落混居 成为东夷诸国中最大的国家 记扎在徐国受到热情的招待 徐国的国君与记扎一见如故 多次宴请记扎 一再留他多住几天 据说记扎有一把宝剑 时常佩戴在身边 徐军非常喜欢这把剑 但是一直不敢说出口 记扎看在眼里 心知肚明 但是考虑到自己要出使中原各国 必须要有符合身份的配件 只好装作不知道 打算回国的时候再送给徐军 记扎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 吴国和鲁国都是畸性后裔 鲁国地处中原 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国 吴国折据江南 与世隔绝 直到寿梦年代 才与中原有所往来 在心高气傲的鲁国人看来 吴国是比楚国还蛮荒的国度 吴国人到鲁国来 就是来学习文化 接受再教育的 书孙豹代表鲁湘公接待记扎 两个人聊了一上午 书孙豹惊喜地发现 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年轻人 不但知书达理 才思敏捷 而且具备一种 在鲁国人身上极其罕见的朝气 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不当讲 当两个人谈得入相 大有相见恨晚之际 记扎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哦 但讲无妨 那我就直接说了 记扎坐直了身子 您恐怕难以善终 因为您心地善良 却不善于识人 看不透人间的善恶 我听说君子必须善于责人 您以鲁国宗卿的身份担任国政 却不慎重选拔人才 又怎么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 我担心您因为用人的问题 而遭受祸害 听到记扎这样评价书孙豹 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 书孙豹的脸色也变了一下 但很快一掩饰过去 对记扎说 您说的很有道理 我会注意的 书孙豹表现得很有风度 却不知道记扎这番批评的话 不只是肺腑之言 而且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关于这件事以后还会讲到 在此不提 记扎在鲁国访问时 向鲁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 想观赏一下鲁国的周月 这个要求提得很对路 一个聪明人如果去朝鲜访问 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看阿里郎 主人肯定会很高兴 夸奖他识货 鲁国人历来已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自豪 而周月又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记扎这个要求一提出 鲁国人便乐了 二话没说 就为他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演唱的是 《诗经》中的《周南》和《昭南》两篇 这也是《诗经》的开场白 自古以来被列于《诗经》之首 从篇名上看 《周南》和《昭南》是在赞美 周朝初年周公淡 周公氏的文质武功 说他们将周朝文化自北向南广泛传播 从静卫柳豫到江汉平原 都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 记扎听得如痴如醉 使而低眉沉思 使而积节清贺 是啊 那是姬姓子孙引以为荣的年代 周武王在周公淡 昭公氏等人的辅佐下 长歌一挥 将貌似不可一世的商王朝鸡的粉碎 随着周王朝的建立 姬姓子孙被封到各地去建立国家 加上周公淡和昭公氏的苦心经营 周文化在中原大地乃至蛮荒之地上迅速传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 牢固的树立在人们心中 一曲终了 记扎似乎仍然沉浸在音乐的美妙意境中 半天才睁开眼睛 感叹道 太美了 王朝就这样奠定了基础 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臣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 没有任何怨言 陪同观看演出的鲁国人都在想 咦 看不出这个南方来的蛮子竟然精通音律 点评得很到位吗 他们对于吴国的轻视之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所收敛了 接下来演唱的是贝丰 雍丰和魏丰 贝雍魏都是周朝初年 在原来商朝王姬建立的姬姓国家 被称为三监 用于监视商朝的旧贵族 后来被雍两国被判 周公但平定叛乱后 将两国领土并入魏国 所以被封和雍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魏封的一部分 记者听完这一段 再度发表点评意见 美而冤深 虽有忧虑 但是并不困窘 我听说魏康书 魏武功的品德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刚演奏的就是魏丰吧 魏康书是魏国的首任君主 魏武功是春秋初年的人物 在平定犬戎之乱 和周平王冬谦的过程中处理甚多 记者此言一出 鲁国人对他就不只是不敢轻视 而是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演唱了王丰 这是周平王冬谦之后 王城洛邑地区的乐曲 记者又评价道 太美了 虽然有些忧思 但仍然有先王一风 无所畏惧 这恐怕是王室冬谦之后的音乐吧 又听了正风 记者说 不错 但是琐碎的过分了 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 这恐怕是国家将要灭亡的音乐 再听齐风 记者赞叹道 美好而宏大 这是泱泱大国的音乐呀 能够作为东海各国表率的 只能是江太宫建立的国家吧 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接着听兵风 兵是周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 据史记记载 下朝的时候 周人的先祖公留 逃到戎敌部落 在那里聚足而居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受到百姓的拥戴 于是建立了兵国 兵风是周朝建立之后 后人因怀念公留的功德 而做的乐曲 记者感叹道 美好啊 博大呀 乐而不淫 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吧 接下来是秦峰 记者说 这就是所谓的下声了 下就是大 而且大到极致 这恐怕是我周朝的旧月 古人以西方为下 比如正国的公孙下 自子西可为一正 东晋的时候 赫连伯伯占据了今天的内蒙及陕西等地 国号为大夏 宋朝的时候 元昊在今天的宁下一带建立大夏国 史称西夏 亦可为正 而在春秋时期 河南陕西一带的语言中 夏与大同意 秦国在西方 且当时占有的土地是周朝建立之前的周人旧地 所以记者有此一说 听到魏峰记者评论 这粗犷的音乐竟然不失温婉 仿佛再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再作以美好的品德 就是所谓的民主了 听到唐峰记者评论 考虑得很深沉啊 这恐怕是姚的后人 不然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遥远的优思呢 如果不是祖上有美好的品德 谁又能像这样 听到陈峰 记者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个国家没有主心骨 难道还能够长久吗 不幸被记者言中 65年之后 陈国为楚国所灭 再往下听惠国和曹国的音乐 记者就不发表评论了 也许是因为 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 他也懒得浪费口水 后来陈国人又演唱了《小雅》 记者听完 说太好了 虽然有所忧虑 但是没有三心二意 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 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 唉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 自己是先王的移民啊 接下来是大雅 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 记者说 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呀 听起来一扬顿挫 然而又不是刚见 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 再听到颂 记者说 这已经到达顶点了 正直而不巨傲 委婉而不低贱 亲近而不侵夺 远离而无二心 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 重复而不厌倦 哀伤而不忧愁 快乐而不放纵 这美好的品德 施行起来没有匮乏 宽大而不自夸 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 收获而不贪婪 静止而不停滞 行动而不流荡 舞音协调 八风和谐 节奏有度 排列有序 这都是盛大的品德 所共同体现的 听到这一评论 在场的鲁国人 都向记者行住墓里 因为诵有周诵 商诵和鲁诵 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 记者将鲁国的宗庙音乐 与商周的宗庙音乐 相提并论 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 自然让鲁国人 心生感激之情 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 演唱结束后 又表演了舞蹈 首先是 象潇和南乐 这是一种 手持乐器和羽毛 边奏边跳的舞蹈 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 记者看了之后说 确实是美 然而有所缺憾 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 所以有所缺憾 接着表演了大舞 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 记者评论 太好了 周朝兴盛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下来是韶户 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 记者说 像圣人那样宏大 尚且有所惭愧 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 商汤消灭夏节 虽说是替天行道 但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 所以记者有此一说 看到赞颂大雨的大下时 记者说 太美好了 勤劳而不自以为功 除了雨 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歌颂顺的韶消 记者聚精会神的看完之后 站起来说 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 太伟大了 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 又如大地的无所不在 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 也不可能超过它 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还有其他音乐 我也不再欣赏了 现场鸦雀无声 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 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 又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 无以复加 记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荡的点评 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 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沿用数千年的词汇 叹为观止 到此为止 就已满足 不要让自己的欲望 永无止境 记者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后 又去了齐国 他在齐国认识了燕英 两个人惺惺相惜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军 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记者对燕英说 哦 依我之见 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 在尘埃落定之前 恐怕动乱不会停歇 所谓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燕英回去仔细一想 觉得记者说的有道理 没过多久 他就通过尘无语 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了公事 记者料事如神 十二年后 齐国发生了鲁高之乱 燕英因为无权无地 得以置身事外 幸免于难 当然这也是后话 离开齐国后 记者来到了郑国 与子产一见如故 作为见面礼 记者送给子产一条白娟大袋 而子产回赠给他一件麻布衣服 娟是吴国的特产 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 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 古人重情轻物 由此可见一斑 郑国的首席执政官 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 他的儿子子汉虎接任首席执政官 成为郑国重卿中的第一人 梁霄排名第二 而子产居于第三位 记者再一次表现出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他对子产说 梁霄为人奢侈 行为不检点 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 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 您如果当政 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理行事 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 接着 记者到了魏国 与瞿苑 石狗 史鱼 公子经 公输发 公子朝 等人打得火热 瞿苑这个人 前面已经介绍过 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 在此不再赘述 史鱼 则以直言不讳而文明于事 孔夫子评价他 帮有道如实 帮无道如实 意思是 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 史鱼都能像贱一样正直 公子经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 孔夫子说他 善于居家过日子 刚有一点家业 便说 差不多够用了 稍微增加一些 便说 差不多完备了 相当富足了 便说 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 公输发 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 有一次 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输发 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 不爱笑 不贪婪 这是真的吗 那人回答 这是误传哪 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 该笑的时候就笑 该拿的时候才拿 别人都不觉得讨厌 魏国多君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 纪扎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 下了一句定论 纪扎从魏国 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 禁国 途经七帝的时候 他打算在此住宿一晚 七帝原本是魏国孙林复世袭的领土 公元前547年 孙林复投奔禁国 七帝因此被病入禁国 纪扎正准备住下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中鼓之声 他惊奇地说 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 必然受到诸录 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 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 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 孙林复从别人那里听到纪扎这句话 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 抵达禁国之后 纪扎拜访了禁国的各位大臣 对赵武、韩启、魏叔三人特别有好感 他说 禁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后来瓜分禁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 纪扎一路走 一路点评各国的政治与人物 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为清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 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 而且是免费的 离开禁国的时候 他还对书像说 请您努力工作吧 您的国君奢侈 但臣子们很优秀 大夫们也很富有 长此以往 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清大夫之家 您喜欢直言不讳 但以后说话之前 一定要三思 以免惹祸上身 纪扎回城途中 再度经过许果 没想到徐军已经去世 他跑到徐军的墓地祭拜 并将自己的配件取下来 挂在墓前的树上 手下人说 徐军都已经死了 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纪扎伤感到 话不是这样说 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 岂能因为他死了 就改变心意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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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